第二十题下列有关人造卫星绕地球运转的叙述何者错误 选项A人造卫星受向心力作用 该向心力就是地球对卫星的万有引力 这个是对的 这是老师上课提示过的 人造卫星绕地球 地球绕太阳月球绕地球 他所需要的向心力就是万有引力 所以选项A是对的 选项C人造卫星具有动能是对的 人造卫星有速度动能二分之一 mv平方有质量有速度就有动能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选项猪也是对的 向心力很指向圆星永远都跟顺时运动方向垂直 也就是跟我们的位移互相垂直 有力量有位移 但是互相垂直没有平行 所以没有做工 老师上课提示过向心力必不做工 所以选项猪说向心力改变人造卫星的方向 但没有做工是对的 选项B是错的 太空人在人造卫星通常处于失重状态 也就是没有重量 而我们国中时候的解释就是 我们把人造卫星所受的万有引力移去装作向心力用了 万有引力移做向心力 所以呈失重状态 没有重量 所以选项B是错的 因此第二次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人造卫星绕地球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太空人在人造卫星中多了向心力 顾称体重会更重